486 觀光英語教室 誒 我怎麼進不去 誒 我的卡沒有辦法可以進去誒 這不是Balance 不夠啊 Balance 結 餘 Balance 我們要不要去看一下裡面的Balance剩多少 Balance Balance就是你卡片的餘兒啊 我們可以去用這個機器看一下你的Balance有多少 我的Balance是負的耶 難怪我進不去 Balance是負的 那趕快多加一點啊 你看這邊還可以看到你上一次的Balance 然後你等一下加完就可以看到這次的Balance剩多少 噢 原來 好吧 那我來加個2.5半好了 那我的Balance應該就夠了吧 Balance 結 餘 Balance 那我們現在來取責我們的交通卡吧 那你要選一下Language嗎 Language 語言 Language 當然要啊 我一定要選一個我看得懂的Language 可是 這麼多Language 我怎麼沒有看到有中文的啊 這麼多的Language 我看一下 嗯 有英文的Language 有德文的Language 也有日本的Language 怎麼就是沒有中文啊 對啊 那 明明猜猜 我只好選英文的Language好了 至少ABC 因為我看得懂 好吧 那我們還是只能先用英文這個Language 嗯 Language 語言 Language 除職的話你就要選TOP UP這個名字 TOP UP 除職 TOP UP 喔 原來TOP UP是除職喔 對啊 交通卡可以TOP UP 手機卡也可以TOP UP 如果你的交通卡要TOP UP 你就打這個機器自己除職 如果你的手機卡要TOP UP 你可以去找便利商店跟他說我要TOP UP TOP UP TOP UP 原來TOP UP是除職 TOP UP 除職 TOP UP TOP UP 有很多個DESTINATION要怎麼買咧 喔 DESTINATION嗎 你有很多個DESTINATION 他就買一日票喔 一日票你就可以去很多個DESTINATION 喔 原來DESTINATION在這裡 反正就是無限挑針 比如說BALANCE的話就是 這裡有BALANCE嗎 BALANCE要在哪裡看 我哪裡可以查到上次的BALANCE 那我上次的BALANCE記得要在哪裡 就是每一句你都要在哪裏 BALANC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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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ALANCE